企业的经营就是为了带给员工最大的幸福 解决了一个困难之后 恭喜你 就代表会有更多新的困难在等着你 哈喽大家好 我是瑞伯阿伯 哈喽大家好 我是瑞伯Tammy 又来到了QA Friday 就是掐死阿伯系列 我跟你讲 我刚刚一个人在旁边很空旷录这个影片 有回音吗? 我不习惯 是不是? 我以前单独录影片的时候其实很习惯 但是最近都一直跟你录 录录到我刚刚自己一个人讲好怪喔 是不是? 就是有一种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 知道要珍惜了吧 好吧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了 大家光临 今天我们有非常多的QA 那我们就一一的回复 刚刚有一个叫 我觉得这一题问得非常好 就是有什么用呢? 小姐她问在一个小时前问了 老婆很可爱 谢谢你们分享 请问这问题在哪里啊? 这个问题就是老婆真的很可爱哦 哈哈 很不要脸的一个人 好 那有一个叫做扣书不累 扣书不累问了 请问一下 在FB粉丝专页写文章也会在Google上排序吗? 不会 就是Google不喜欢index social media上面的content 所以像这种Twitter、Instagram、Facebook等等 对脸书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价值的内容 所以你花很多时间在 你说对Google来说吗? 对 我刚才说什么? 对脸书来说 我们来看回放 对脸书来说的 对啊 对Google来说 哈喽是在哈喽 对Google来说就不是那么价值高的内容 所以在上面的那些内容都不会被排序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花时间去建一个自己的网站 然后在上面写内容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比如说匹克邦 Median Median是国外的那个 但是最近很多人用 因为它那个排版的效果还蛮好的 请问用PTT可以吗? PTT? 对 PTT论坛上面就是打自己的文章也可以吗? 不太好吧 所以卡提诺也不OK 也不OK OK 你希望因为你的文章既然是自己的创作 你当然希望它放到一个可以自己 有匹牌味道的这个页面上面嘛 所以Median嘛 至少你还可以放一些自己的照片什么的 那有些就没有那么好的感觉 基本上有点类似部落格模式的这种会比较适合 对 OK 理解 接下来有一题是在我们分享道圣和夫的成功心法里面 有一位潘信昌同学问了说 最近的偶像是Tim Ferriss 突然需要拼译一下 我跟妳讲 你买过他的书 Really? 对 就是很厚的那一本你还记得吗? To Earth's Titan 对 我借别人了 然后你还念不出人家的名字 OMG 然后他提到说他也是斯多格哲学 想请问阿伯是怎么样学习斯多格的呢? 因为中文相关的书真的非常的少 前一天订了一本陈诗录我也要买哦 有其他推荐的书吗?感谢阿伯 有另外一个常常在探讨斯多格 Stoicism的是Ryan Holiday Holiday的部分 是在Holo 是在Holiday的部分 他就叫Ryan Holiday 然后他就会有写类似的书吧 这是中文的书名叫做 叫做 来Google一下 中文的书就叫做回到自己的内心 每天读点斯多格 放不下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事物 先安动好自己的心 才能把人生挂 这本书也太长了 好长哦 没有骗你哦 真的很长 真的很长 超级长的 对 那这本书我有买英文版 他把Storicism 分成就是 不同的区块 然后用他自己解读的方式跟你分享 所以我觉得那本书还蛮棒 就是很好读 对 而且他横跨就是 因为如果你买陈思路的话 那你只会读到Marcus Aureolis的笔记的概念 而且话说 我要读陈思路 我大概读了前面的序跟推荐序之后 有人就说 啊这个书对你来说太难了啦 你先看别的先 因为他很像是一个人自己在里面写的繁星的东西 所以他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顺序或没有一个前因后果 他就是很random的分享 而且我看到有人推荐序里面写说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看了这本书 但是他当时没有任何的感想 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很不使用 直到他过了某一个年纪 他觉得回来看这本书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想到你的意思应该是说 我到现在这个阶段 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的体验 太年轻了 也太年轻了吧 好喔 下一题 我是来回答QA 不是来这边 请问那一题在哪里啊 请你自己夸奖自己 好喔 我有许一问到 阿伯想请教你关于广告投放的ROI 是什么 在某文章写到ROAS 可以概略的评估同件商品每次广告投放的效益 但不适合拿来在不同商品之间的互相比较 所以应该用ROI来评估 其计算方式 ROI等于流量创造营收乘以毛利率 再减掉流量获取成本 除以流量获取成本乘以百分之百 我跟你讲这个公式太细了 但简单来讲是这样 就是ROAS通常在表现的数字的话 就是一个个位数 就比如说 人家说ROAS2 2.5 2.5的意思或者是2 这样的意思呢 就代表说你花100块广告费创造出200块的营收 买一配二 对 但是因为这个ROAS2里面不考量到商品成本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会说 其实你看ROAS没有用 就是你ROAS很高或者是很低 但跟你成本有关嘛 所以这不太算 那所以ROIA很多人就说 那这个地方是把毛利率给算进去的 那ROIA的话就不会到100 因为到100%的话就代表说 你投一赚一 就是整个除了这个 广告费的成本全部都赚回来 还在赚一个商品上去 所以用的 实际我没有在看你的公式 集聚的方式为 其实这个只是大家算法不一样 因为像除了ROAS ROIA然后又算 ACOS 所以我觉得那个 就是你自己想要用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倒是还好 因为你不是跟人家比较 你是在自己内部里面比较 所以你想要看就是你的 投报之于广告的投入的成本 还是你的投报之于总营收成本 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 你只要自己知道 你是永远都要跟同一个规范 在你内部里面讨论 其实就可以 因为这个各式样的公司我看蛮多 黄小六问的 想问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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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行销系毕业 想要往数位行销 跟行销企划的新鲜人 也想自己设想五年后 在业界该是什么样子 却没有相对的实物经验社团活动 只有一些在学时期的 一个拟定企划 那如果说我要透过网络自学 比如说SEO 广告投放之类的 在履义上跟面试上 展现自己积极的 跟自信 但是总因为自己没有一些作品 拿不到面试的门票 日子渐渐过去了 觉得自己自信心 觉得自己自信心不断的在流失 该如何去矫正心态 或者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去透过自学 去做出相对的你的产品 是业界所想要的 先假设如果你的数学行销应用的范围 是在电商领域的话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先缩小一点点范围 这样就可能可以打造出 更专业一点点的Portfolio 因为今天你拿了很多就是证书 或者参加很多社团 或学了很多比如说 好好上面的课程 还是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学习 参加什么老师的 这个我觉得都太广了 我觉得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社会先生 或者想要转职来说 对于雇佣的风险 其实还是蛮高的 没错 虽然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你是很认真 你是很想学习的 可是很多企业 他们在找是真的要有点实战经验 那当然这个里面就出现了 这个常见的鸡蛋问题 就是你要我有经验 你又不给我这个机会 那到底怎么而来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做的是先缩小 你想要把数位行销应用的范围 缩小 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想要 做的是电商的领域的话 那很简单 就是你学完你所有数位行销的技巧之后 你就想办法去经营一个虾皮的网站 诶 对 那经营虾皮网站你说 那这个不是很多钱吗 我都在找工作 我没有钱 那其实还好 因为现在虾皮的网站 上面很多商品都是淘宝来的 对不对 就是你在淘宝上面 能够卖的商品就可以直接串 那在虾皮上面卖东西 你可以考验自己哪些能力 第一个你可以考验自己文案撰写的能力 对 别人淘宝卖的东西 你重新文案的撰写 那或者是照片编排的能力 那或者是关键字优化的能力 你去了解虾皮的上面消费者怎么搜索 那至于这个你可以拍行销影片 去说去介绍内容行销 就是这个商品如何应用在生活里面 然后你甚至可以很小小金额的投放广告试试看 你自己的数位行销的领域 跟你创造出来的内容 你用广告去投放这个内容 能不能带来虾皮上面的销售 各式各样 但是你经过的一小轮 即便你的经营成绩没有到说非常厉害 可是你就比其他的同level的竞争对手 就又更优秀一环了 因为你不只是学术派 你已经把学术派自己想办法应用在实际里面 这就是我能够想象的 其实我也想要分享当时Liu面试的过程 其实他先拍摄了一支影片 就是他怎么样去经营他自己的YouTube 因为那时候阿伯在找 就是可以帮他经营YouTube的人 然后他就拍摄他的影片 然后甚至有他自己的作品 他怎么去拍摄影片 然后等等怎么剪辑 所以我们很快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适合 我们就录用他了 然后再来就是觉得信心不断在流失 这个是听起来蛮心疼的 就是因为得不到面试的机会 让自己的信心的流失 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 虽然讲没有必要好像有点太 就是不通勤达理 或者无法以同利心思考 但是这样就是说你能够做的是自己的努力 一旦别人能不能够给你面试机会 是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 所以你也不用因此而对自己的能力 真的产生怀疑 因为有可能也是目前的经济的状况 或者是等等这样子 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像你现在做的 你有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尝试的提问去想到一些解决的方法 那下一步你要做的就是如果有机会 就是把我给你的建议 拿去食物上面的试试看 然后再把那个东西 变成你自己的case到底 但是不要失去自信啦 这个听起来很心疼 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 你对于学习就开始也会慢慢没有兴趣 所以加油 加油 好 接下来 下一个问题是 刘先生有提到 瑞博你好 关于Facebook广告投放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广告投放出去的第一天 成效是最好的往后就越越低 甚至收到数据没有任何的波动 嗯 这要看来就是看你投的那个audience是什么 那如果你投的audience是你过往的audience的话 有可能就是已经把那个原本会转换的熄掉了 所以frequency 拉高 我不太确定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当脸书要开始扩大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这过程当中 预算有没有调整 因为预算有调整的时候 当脸书要开始扩大的时候 他当然要去尝试 脸书本来认为可能不会转换的那些人身上 简单来讲是你在广告投放的时候 脸书会先找出他认为可以转换的那群人 对 他先帮你做广告投放 那如果他的演算法准的话 那当然这些人就会转单 所以你会看到说我前面的成效很好 对啊 可是接下来你的继续跑的时候 你的预算就是一直在进去 那他不可能对于 之前他已经投过 他认为可以转的那群人 一直投一直投 或者说这个对于脸书的使用者来讲就很烦 因为他一直看广告他没有转 所以脸书会做的事情就是 开始扩大他的那个池子 所以会越来越不精准 也不能说不精准 他就在尝试的在去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探索一些人 他是一个也是在学习的过程 所以他学习的过程有可能比较不精准 所以你会觉得说 好像怎么前面比较好前面不好 但是我们也有经验是前面不好后面很好的也有 所以这个很难解 就有可能他学到一招发现 用这群的人他是比较容易点的 对 这是跟audience的大学有关 就是如果你把audience设的大一点的话 你就不会这么明显感到这个感觉 因为一开始的那个能够转的那一波人 就会很大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只有第一天好 至少你会感觉有一个礼拜好 但是我跟你讲没有天天再过你 你不可能从第一天 你不会从第一天到你广告预算都已经投到完了的时候 都是这么好的 因为这个就不是 这就不是真实的社会 真实的社会会买这个商品的人 在这个期间内就是那么固定的一群 而脸书在做的事情 就想办法在你所设定的条件里面找到哪一群人 所以当你想要越来越说服更大群人的时候 就会越来越难 所以你要一开始给他的那个条件就很大 让他去找 这样就比较好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现在脸书投广告 讲难听点就是越傻越好 怎么叫越傻越好呢 就是你的兴趣设得越广越好 让脸书自己去找 你设得超级小 然后帮你在超级小里面再找到那一点点 你两三下人就要再换一组新的audience了 就能够好 而且有可能就是需要去调整的可能是你的素材或文案 是不是还有可以更优化的地方 嗯哼 没错 对 Yay got you 好今天的阿伯 Q&A 掐死阿伯系列就到这边为止 我们准备掐死他吧 拜拜 我开心有Timmy回来 谢谢你回来 掐死阿伯 赶快 ok 你